今天除了之前去了Kathryn那裏 原本想去Blessed Emilda Blessed Emilda 那裏的聖堂不開 Blessed Emilda 就是這裏十四世紀 他很年輕就死的 十一歲就死的 他是初領聖體的主寶 Blessed Emilda 就是求了很久 在四歲就已經上初領聖體 到九歲入了盜明會做修律 他十一歲真的被他領聖體 領了之後很開心 接著就在天主的愛情之中 就接了去天堂 我們去不了去看他那個不腐朽的身體 但這裏也有 在Blessed Emilda 也有一個聖道明的遺體 就在這裏很漂亮的一個地方 聖道明就在原本這裏 在盜明會的convent那裏過身的 這個聖尼古勒 這個盜明會的convent 他死後之後 就慢慢去的地方 就擴大了 擴大到這個church就起了 然後就搬到這裏 這裏是一個很出名的聖堂 因為很多很出名的artist 包括這個nicolo 和這個我們都很熟悉的microangelo 他有份在差不多五百年的期間裏面 去起這個很漂亮的聖堂 但重點我們不是看過artist 就是聖道明 聖道明當然他是盜明會創立的聖人 他主要就是一個神恩就是廣道 廣道為了什麼呢? 幫二端的人回到正軌 所以興起了道明會 他們叫order preacher 是廣道的一個修會 很多在學術上 這個神學上 和在這個神頻上 服務上是定立了很大的根基 教導我們 所以今天我們來到這裏 有一個聖經 聖道明 時常都有這個馬鬥福音 和保禄的書信在身上 熟讀聖經 不單止是記得當中的內容 而是被當中的天主所感動 讓我們也都在神分簡樸之中 去見證 勇於以仁愛去感化我們身邊的人 聖道明為我等其 呼吸指救聖神之名 拜拜